这一讲呢 下面这一部分呢 我会给大家介绍几个 一个大家他们整理好 就是说在网上已经整理好的一些 关于数据提取的一些程序的使用 这些主要是针对数据的提取和数据的预处理 然后如何转变 为我们转化为我们所需要的相应值 以及相应值的标准物的一些程序 主要呢 一个是针对RCT的一个连续性变量 另外一个呢 是针对相对危险度的一个转化程序 然后还有一个是针对接览反应关系的 然后这个发辨率呢 发辨率的这个meta分析的计算 率的meta分析计算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它在软件中几步就可以算出来 它基本上需要的就是一个 世界的分子和一个分母 然后我们只要找到分子和分母就可以算 就可以计算 然后连续性变量呢 主要是针对RCT进行的讲解 然后下面我们看一下我们所要学习的程序 这个程序呢 在很多网站上都可以下的 它叫寻证医学数据提取XL万能换算某版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 回头我会把我在讲课中所使用到的材料和一些网址整理出来 会放在课程的后面 或者放在下一讲的内容上 然后大家可以去参照去下载和学习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主要呢 是针对一些 针对SE和SD的一个换算 然后以及合并的亚组数据 然后还有一个极限终点算差值 或者极限差值算终点 还有后面计算WMD和WMD标准物的一个程序 然后实际上这个用的最多的呢 首先是这个合并亚组数据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是这个组间 组间可信区间转换SD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SE和SD的转化 实际上这个转化非常简单 就是现在这个公式 之前在课件里也有相应的表述 实际上就是标准物呢 就等于标准差除以根下量本量 也可以把它移过来呢 就是标准差等于标准物乘以 呃呃呃呃呃呃呃以样本量的 呃呃呃呃平方差 我们可以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 刚才这是两个 然后第三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如何计算WD 我们待会看一下它是怎么使用的 我们先看一下合并亚组数据 合并亚组数据使用的情况是什么呢 比如我们在做的时候 它没有报到总的结果 而是只报到了 只报到了比如是分组的结果 比如男性和女性 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这是男性的均数 男性的标准差和男性的人数 女性的均数 女性的标准差和女性的人数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知道这六个值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合并后的均数 以及合并后的标准差 然后如果我们知道 每个组的SE的时候 是也可以做的 也可以得到标准 也可以得到标准差 而实际上有些时候 我们是不需要 不需要得到标准差 我们需要得到的是标准物 这个时候就不需要 这个样本量了 只需要这个 me和这个标准物 我们就可以得出来 这个公式主要适用于合并亚组 然后这个已经讲过了 然后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说 它可能 它实际上是用于组内 组内的 利用95% 可信区间 去计算标准差 计算出标准差来之后 可以利用这个公式 然后再去计算标准物 这是组内数据 这个计算呢 是组间数据 它需要知道的 就是对照组的人数 因为它是组间 所以需要两个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前面 它只需要一个组 因为它是组内的 这个是 样本量足够大的时候 然后样本量小于60% 小于60的时候 然后有95% 可信区间和90% 99% 其实主要用到的 还是95%的可信区间 然后再次计算标准备